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4月2号星期五 弗洛伊德这个案件现在正在开始审讯 就是去年被警察压脖子压死 弗洛伊德的女友今天出庭作证 俩人说他们承认两个人都因为有疼痛 导致药物成瘾 就是有毒瘾 警察的律师尼尔森说 弗洛伊德的死亡是由于药物 芬泰尼和身体的病状导致 所以他认为不是说被警察给压死的 是因为服药过量导致的 然后就问他女朋友有关弗洛伊德的荣药室 罗斯在2017年8月开始跟弗洛伊德交往 但是他自己有两个孩子 也算是男女朋友 就同居 他承认两个人都有这种鸦片类药物的成瘾的问题 他说我们都为慢性疼痛所苦 我是在颈部 他是在背部 我们都有慢性疼痛 瘾君子都这么说 都说他们有慢性疼痛 他说我们上了瘾 很多次也真的很努力想戒掉 但是一直也没戒掉 罗斯说他跟弗洛伊德各自都有止痛药的这种处方 是给医生给他们开了止痛药 他不说他脖子疼 他说他背部疼 医生给开了足够的这种药 但是止痛药不够吃 吃完了之后瘾太大 就跟烟一样 医生一天给了你一盒 他一天也抽三盒 不够他们就会他说到街上或者黑市去买药 简单的说到街上黑市去买海洛因 差不多这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他说弗洛伊德在2020年3月 曾因为服药过量而住院了数天 美国叫什么 overdoce 吸毒过量 如果光是海洛因什么还好 主要现在芬太尼特别打药 你知道吗 比海洛因什么劲还要打 美国很多就吸益芬太尼 过量死了 为了芬太尼 川普那时候不敢跟中国干嘛 说你们怎么回事 不害我 怎么会把你们的芬太尼往我们这卖 不让中国往美国卖芬太尼了 就在这儿 弗洛伊德等于2020年3月份 曾因为服药 服药分泰尼过量了 之后导致差点没死了 已经送医药了 住药了好几天 然后他表示弗洛伊德在那之后 就没有在吃药 没有 就所谓的没吃药 就没有在吸毒 但是在死前的两周 又开始吸了 又管不住了 又开始吸毒了 当时警察一抓弗洛伊德那天 很多的录像都已经曝光出来了 大家都看到了 我觉得其实基本上能看得出来 他当时是处于一种 你可以说是喝醉了 你也可以说是喝醉了 对吧 那么那种醉醺醺的 那么一种状态 所以 我觉得我在这个问题上 我说的要非常的小心 我觉得可能是喝醉了 醉醺醺醺的那样子 非常的小心 因为这个事真的要非常小心去说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在目前在整个 就是说白左统治下的美国 我觉得弗洛伊德案 对法律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就是说法律能不能还原事实的真相 因为据我们听说 弗洛伊德死了之后 法医做了指检 第一次的法医的尸检 显示它是服药过量导致了死亡 然后弗洛伊德家属不干 他们又找了一个医生来 他们找来的医生就说 是由于被警察压死的 所以这个事 我觉得它必然是有个真相 对不对 真相是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他们各自一词 对不对 我们也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对不对 我们希望法庭法院美国的法律 能给我们的一个真相 好吧 那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